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4月11日 内蒙古消息显示吉林私办的男生宿舍 4月10日凸显一位裸体女生大吵大闹 看样子失控了情况 并附上了相关现场视频 由于平台限制画面经过处理 另外附上的社情聊天记录文字描述提到 你听说了没吉林私办 有个女生前裸进男生宿舍的事太炸裂了 人老师想给他盖个床单 他不让跟男老师撕打 当地民众反馈称 我记得挺可怜的 这么多男的看着自己被爱的人弄崩溃了 事情结束以后可能会心短剑 如果是我自己经历的话 感觉很无助很害怕的事情 当地第二位人士反馈称 涉事女士可能以该校一位男士发生了感情纠纷 因此到男生宿舍讨要说法 另外中国的网络上疯传的另一张社情图片 文字描述提到 我跟你说个大概 就是说那个女生他们谣言了 谣言传是这个女生跟一个男的搞地线 然后这男的把他裸照给发出来了 就是我们二号宿舍不是男女生混住吗 中间就一个格扇 然后那个女的最开始是穿着衣服器的 然后把那个格扇冲破了 就开始上那就是上男生宿舍去砸 然后边砸边脱衣服 最后说把内衣都给撕了 就是衣丝不挂 然后给那男的下的都不敢下床 给人电脑砸了好几台 他拿那个东西有点像高头 那是以那种东西 但不是高头 就是一个铁板上面带着一个根 那种在那跑门开始就可吓人了 然后那个通就通知什么保安都去了嘛 保安就开始拿那个毯子去围那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那个保安撕吧 就不让他围 给他盖上 他给踹开了 然后那个保安就想把它裹住 有很多应该是好多人都录了 你看到那个大家应该都不一样吧 反正有很多 我看那都是十几秒左右的 但是现在他不让外传 然后我们学校就为了撇清关系 说他不是本校生 说他有精神分裂症 然后说他父母已经抱失踪了 说失踪好几天了 今天终于找到了 请放屁水信念 我配中国的官方媒体 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 发文就此次提到 近日内蒙古乌兰查部 网川吉林私办学院内 一女子自身裸体进入男生书舍打砸 引发众人为官 4月11日 学校工作人员回应 北京青年报称 该女子是校外人员 非本校学生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这些有关吉林私办 中国的网络资金显示 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部 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 由自治区和乌兰查部市 共建的一所公办 前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内蒙古自治区整体转型发展 在试点学校